大家好 上节课呢给大家讲解了前段的一个基础架构 那这节课呢我带领大家学习一下sas对sas的一个管理 那希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呢大家对sas能做一个基础的入门 能了解sas的一些基础的语法就可以了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as的安装 因为sas是依赖于Ruby环境 所以说安装sas之前 首先要安装Ruby环境 那Ruby环境如何安装呢 我给大家列了这两个网站 第1个是Ruby环境的一个官网 那我们打开它的官网呢 这里有好多环境可以可以选择 有 豆瓣sas 以及os 等等还有windows等等 那我们安装windows的话 就要进这个网址 直接点击下载 会有一个exe安装文件 那我们 直接点击exe 安装就可以了 那安装的注意呢 这里这里的话要勾选一个 end Ruby exclude to your path 就是 对你的环境变量 做一个 添加 那安装完 那安装完Ruby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game命令 然后我们 通过我们的命令行 运行一下game sas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game命令 会有失败的话 那我们可以 通过镜像的方式来安装sas 那淘宝呢 有一个淘宝镜像 我们可以打这些命令 就可以安装sss了 那mark安装的话 同样也相对简单一点 直接打 一步步打我上面书的这几个命令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的电脑已经安装了Ruby了 那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的电脑 game 是2.4.8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sas的一些语法吧 那我们还是对着了我的博客来讲 那基本语法首先是它的一个变量 它变量是通过$符号加一个 你的名称 名称来声明的 然后后面可以用于这个面变量名 然后如果 你在变量在 变量在左边 引用的话 必须要加一个 紧号加 两个 两个花购号 来进行引用的 嗯 其次呢 sas是 还可以有计算功能 直接可以做一个 14px 除以2 这种的运算 然后第3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嵌套功能 可以直接写 直接写成 这种嵌套的方式 然后它的 哈罗属性呢 直接用这个 这个符号 然后就可以代表它的一个哈罗属性 那它的注释呢 是这样的 带领 带领大家演示一下 那只说的话 大家可能 会比较模糊 对这个概念 所以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进入到我们上节课创建的这个目录当中 我给大家做一个测试文件 那我比较懒 那我比较懒 我就不用 编辑器了 那我直接在命令行里给大家演示 首先呢 我们进入到 上节课 建的目录里面 然后我进入到 sas下面 然后 然后我进入到 然后我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test 创建一个这么文件 然后我在这里面给大家简单的书写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声明一个变量 就是就要补入吧 我们变量给给给这个变量 一个颜色值吧 这边加一个颜色值 那这个变量有三种声明方式 那这种声明是普通声明 还有一个是默认的一个声明 还有一些特殊的声明 那具体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 我的印象笔记当中 到时候我会给分享给大家 那我在这里就是用运用普通的声明吧 然后第一个 那我如果引用这一个 引用这个变量的话 那我直接可以 创建一个 我用天道的方式给大家写 第2位下面 如果我有一个 第2位下面 那我第2位下面的话 假如啊 我给他一个color吧 那color的话我们就引用这一个变量 那这个第2位下面呢 还有一个 nary这么一个 类 那这个类下面呢 假如这个类下面还有一个例 可以这样写 那我们可以对这个 例 写一些样式 我例如给他一个方的size 当然我们上面如果如果可以可以定义一些它的一些默认字体呢 我在这里就不需要不写了 我直接写了 那他例下面 那a有个harward harward属性 a的harward怎么写呢 是通过这个 harward harward是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 给他一个color harward吧 那这么一个基本的签套签套样式已经有了 我这个文件创建好了 那我们 继续 继续来进行下面 那签套和变量已经给大家讲了 签套和变量 那他的计算功能 也是类似的 签套已经讲了 然后他的注释呢 注释呢 是 和css的注释差不多 那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写了 那他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继承 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写一下 继承 那我这里随便写一个class class 我还是给他一个color吧 是blue 那我 class2 class2那怎么继承呢 他肯定是用extend add add 加extend 继承方式呢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继承 那此外呢 他还有一个 类似于西语言当中的红 他可以定义一个模块 然后后面也可以include 引用这一个模块 那他这个强大之处还可以作为一些变量来引入 还可以作为一些border 那还有他的一个颜色值 那他引入文件呢 是通过import的方式来引入的 引入文就和你看到的它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他的高级语法可以有些f语句啊 f 1加1 这样的 另外另外关于他的f条件语句的一个三元不等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已经列了 后面已经三元不等式 的一个写法 我在这里大家可以回去详细看一下 他的函数 运算 f 这里有三元不等式的一个写法 包括他的f循环 好 那我暂时就 演示到这里 我们来回去看一下 保存一下 那我回去运行一下 这个test css 那我 运行也很简单 那我直接用sess 就可以 提 然后生成 test 再写ss ok 然后 他这里就就会有了test的写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生成扣的效果 好 这就是我刚刚写的代码 卡锡卡沙 他已经帮你生成了 那如果要生成压缩的文件 怎么办呢 那压缩文件你你只要 运行一下 Compress的命令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这么写 那我直接这里直接运行一下这个名字 star Compress test 他说我找不到路径 sess star Compress test sess 但就不对了 那我们应该是这么写 这应该是scss 对吧 那就对了 那我再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压缩文件了 那如果你要指定入境的话 因为我们这是演示 我是在这里 如果你要指定路径的话 那肯定是 把这里加上一个 路径就可以了 比如是 哪个文件 下面 ss 下面的 这个 或者是 command 等等下面的这个 然后要输出到哪一个 文件目录下面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了 那 基本上 sss 没啥讲的 基本上 这些 注意事项 还是希望大家回去多看一下 因为 我本 本套课程呢 css 是 通过ss 进行管理的 所以说大家 要对ss 有一些 基本的一个入门 有些了解 本集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